胡杨湖的水位是持续维持在高位运行 这个延岸的危低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刚才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多处溃低正在封堵进行当中 而问贵到围是用了五天的时间成功的封堵 那接下来关于更多的危低的绝口之后的封堵问题 更专业的问题要来连线湘西省水利厅水汉灾害防御处处长李小强 你好李处长 读生好 刚才我们提到有多个危低出现 它的绝口或者叫慢绝 您作为灾害防御方面的业内人士 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一定的预判 或者说有一定的准备 另外针对这样的封堵 它最不可控的因素是什么 最大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而针对这些可控加上不可控的因素 你们做的准备是什么 喂 总统好 能听见吗 李处长 我听得见 我想这样子说 因为沿江冰湖地区的低防 在目前颇阳湖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下 那么它的出现的险情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是我们当前防御工作关注的重中之重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预判得到的 也是多年的防御方面的一些经验的总结 那么刚刚说到的 问贵到为的绝口封堵 它其实我们感觉到存在两个方面的难点 主要的难点 一个是水位高 那么它绝口的时候超警戒是三米以上的水位 昨天晚上完成河龙的时候 水位仍然超了警戒水位2.5米左右 那么在这种高水位情况下的风度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个最大的难度是它的作业面很小 那么最快的风度方式 我们知道是采用双向推进的方式 但是它这个绝口处上游公路被洪水给淹没了 风度只能选择在下游这一条方向来进行推进 也就是说要进行单向进展 那么这样子时间就会更长 另外从石料厂到风度的现场 也有七八公里路 工程车来回一趟也需要一个多小时 并且最大的困难是它的低顶道路很窄 宽度差不多也只有5米左右 道路两边都是水 难以汇车 所以这个危险性也很大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当时风度的情况下 这两个制约性的难点也很突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绝口的风度工作 调动了大量的资源和力量 比如说当地就近征用了一些的机械设备 砂石料等方面的物资 当地的群众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包括我们省里边包括其他的地区 也给予了物资方面的援助 另外承担绝口风度任务的安能公司 是我们水利工程抢险的专业队伍 抢险人员轮班作业 它是保证了这个人歇 击不停 全力以赴的加快封堵绝口的施工进度 李书长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难度 两点难度可能不光是对于问贵到位来说 对于很多低位来说 可能在封堵的时候都面临这样的难题 你刚才提到是有一定的预判 那对于哪些比如说有高风险的 相对高风险的这些危低 会不会提前做一些比如说封堵 包括加固的力量的提前调配和部署 您讲的很对 那么我们在沿江冰湖地区的低防 它窥决的风险 随着水位的升高也会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当前强调的最多的是 做好低防的寻查工作 能够保证要及时的发现险情 及时的处置险情 避免由这个小险情发展成大险情 最后发展成窥决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做的多的 就是对于寻地查险的责任落实 规范寻查等等都进行了一些规范 包括我们在多年的湖区防信的工作实际中 总结了叫46553的寻查要局 对于寻地的方法 时段 要点 方式 这个几个应当等等 三个应当等等 来规范和指导干部群众的寻地查险工作 另外在技术上面呢 我们省水利厅就派出了100多位专家 在沿江冰湖地区指导地方的寻查工作和险急组织 你说啊 关于这个 后面呢 还会继续派出专家 关于这个维低的 它的险情的这种去预防 咱们接下来一段联系当中再去讨论 您刚才说到一个提前量 这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 刚才一些维低出现了这个绝口或者慢绝之后 它的快速的进行封堵 这种力量的投入 其实也是建立在这种提前预判的基础之上 这种提前预判的基础